生命纪第五章 摩西把以色列人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我今日讲给你们听的律例和典章 你们要听从 要学习 要谨慎遵行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和列山与我们立了约 这约 耶和华不是与我们的列祖立的 而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还活着的人立的 耶和华在山上 从火中 面对面地与你们说话 那时 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 要把耶和华的话告诉你们 你们因为惧怕闹火 所以没有上到山上来 耶和华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经把你从埃及地 从维奴之家领出来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不可为自己做偶像 也不可做天上 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 不可跪拜他们 也不可侍奉他们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恶我的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从父亲到儿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施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 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 照着耶和华 你神吩咐你的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工作 但第七日 是属于耶和华 你神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牛驴 和一切牲畜 以及你城里的寄居者 不可做任何的工 好使你的仆悲 可以和你一样享受安息 你要记住 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 你的神 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膀壁 把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 耶和华 你的神吩咐你 要守安息日 要孝敬父母 照着耶和华 你的神吩咐你的 使你可以得享长寿 也使你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得享福乐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政贡 陷害你的灵社 不可贪爱你灵社的妻子 不可贪图你灵社的房屋 田地 仆碑 牛驴 和你灵社的任何东西 这些话就是耶和华在山上 从火中 密云中 幽暗里 大声对你们全体会众所说的 并没有加添什么 他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 交给了我 那时山上被火烧着 你们听见有声音从黑暗中 发出来的时候 你们各支派的首领和你们的长老 都走到我这里来 说 看哪 耶和华我们的神 把他的荣耀和伟大显给我们看 我们又听见他从火中发出来的声音 今日我们看见了神与人说话 而人还能活着 现在这大火快要吞灭我们了 我们为什么要冒死呢 如果我们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 我们就必死亡 因为有血肉生命的人 有谁像我们一样 听见永活的神 从火中说话的声音 还能活着呢 现在求你走前去 听听耶和华我们的神 要说的一切话 然后 你要把耶和华我们的神 对你所说的一切话 都告诉我们 我们就必听从 也必遵行 你们对我说话的时候 耶和华听见了你们说话的声音 耶和华就对我说 这人民对你所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很好 但愿他们常常存着这样的心 敬畏我 遵守我的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永享福乐 你去对他们说 你们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吧 至于你 你要站在我这里 我要把一切诫命 律例 典章都告诉你 你要教导他们 使他们在我赐给他们 做产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照着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吩咐你们的 谨守遵行 不可偏离左右 你们要走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吩咐你们走的路上 使你们可以活着 可以享福 并且使你在将要占领 唯业的地上 可以长久居住